好要么就是有钱没钱讨个老婆也好过年 新竹有一位小姐月底就要结婚要嫁到日本去了 没想到家里面遭小偷首饰嫁妆全部被偷走了 这当中有包括有传承意义的手表啊戒指啊 那个不是钱买得到的 所以父母亲急的哈 不是赶快跑到警察局报案 请警察赶快抓小偷 他们是在家门口贴了一张告示说 请小偷归还嫁妆将不追究责任 这个不讲哦 还说要包红包给小偷来帮小偷解决经济困难 你看这父母亲是有多急 手链是放在这两个里面 他只有放这三个 后面都没有放一次我老婆已经起来了 上周日一名小偷从铁窗溜进这栋民宅家中 翻箱倒柜偷走珠宝金事 连女儿结婚的嫁妆也通通被偷走 一条钻石手链 一个珍珠手链 还有那个钻石戒指针戒 父亲一下子心急 不知该如何是好 写下一张令人压抑的告示 张贴在大门口 上头写着请小偷归还嫁妆不仅不追究责任 还会包红包解决小偷经济上的困难 要传给下一代 对啦就是要嫁给他 就一个独生女嘛 目前警方已经调阅电视器 持续过滤查证中 不过父母亲早早准备的这些具有意义的嫁妆 准备婚礼上亲自祝福女儿 小偷这一来不仅把嫁妆通通偷走 也偷走了一代传给一代的祝福 记者和孟茜阿布斯新竹采访报道